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愿进入白家感觉如何 感觉 还不错 要是为了钱 不妨考虑考虑我 考虑考虑你 那要看 你赢不赢得了我 我赢了 跟我回家 Como这样 我就可以 real 到现在 我 säga 足够 我们可以 反正 我由于 要是 刈你的 不怪陌生 你 我 老了 姐姐 秋雨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行 姐姐就回来了 你这衣服哪搞的呀 也太可爱了 喜欢吗 你就是儿科新来的医生 秋雨 白医生 没想到在这儿能看到你啊 不说回家吗 走 你先回去吧 我和秋雨还有电话要说 我过来让姐姐看你长高没有 长高了 还是你了解我 在国外做了姐姐这么多年邻居 我当然知道你最喜欢吃的 就是棒棒糖了 但不过 你得注意射糖量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你现在可越来越有医生那味儿啊 姐姐 你跟白医生是什么关系啊 算是弟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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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他可没你乖 那是当然了 我知道姐姐在这儿 我就特意过来 给你个惊喜 成宁告诉你的吧 那个长师傅 不过呢 也算做了件好事 姐姐 姐姐 我知道你这次为什么回国 但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无条件帮你的 谢谢你 乔雨 来 姐姐非要带我回家 是要做点什么忙 弟弟果然是守信的好孩子 欢迎回家 不调查还真发现不了 原来你打的是公司的主意 你破解了我的电脑密码 很难 你知不知道侵犯他人隐私 是犯法的 不知道调查这么多资料的人 算不算犯法 姐姐要是不把资料调查清楚 怎么在公司立足呢 这种理由 骗骗我爸就算了 你觉得我会信吗 那姐姐怎么做 你才会相信呢 放心 姐姐会保护你的 姐姐也好保护你 你小时候 是不是去过天使孤儿园 回到 没去过 你说不说 我去没去过 我去没去过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底线 英俊 你都觉得我无事 你好 去 sniff 你看我 她可能还不太适应 家里多个姐姐吧 没事 时间长了就好了 爸 您找我 葳葳 是不是阿玉那小子欺负你了 没有 闹着玩呢 他那个臭脾气 其实他小的时候还是很乖的 自从他妈妈在那场车祸中去世后 他就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 车祸 您是说 他妈妈也是在二十年前车祸中丧生的 对 关于我父母那场车祸 到现在为止我什么都查不到 难道和我父母相撞的 是他妈妈 那真是场意外 葳葳 你现在见了白家 就是白家的女儿 过去的事都忘了吧 睡着后倒是一副人出无害的样子 姐姐怎么聊完就跑啊 那弟弟还想做什么呀 这时间地点不合适吧 这时间地点不合适吧 好 好